各位同學大家好 透過這個短片我們要來介紹一下極限的嚴格定義 那這部分是比較抽象 所以如果你初學者來說 第一次學的不要氣餒 我們這邊必須要多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先用個例子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嚴格定義 我們先來看f這個函數圖形 那它在x不等於3的地方呢 它是定義成一條直線 斜率是2的直線 那麼在x等於3的地方 我們定義成6 所以在這個圖形裡面我們可以看出 它在3的地方被挖掉 然後曲直往上抬了一格 如果你從我們上一個影片的概念 我們可以知道 當x趨近3的時候 f的極限值應該是5 因為當你x不管是從3的右邊或3的左邊去逼近它 那你看它的函數圖形 它的函數對應會隨著x去逼3呢 它的函數對應的函數值會不斷的靠近5 所以這個極限值是5 但是呢這種極限值從圖形上來看 得到並不是那麼的嚴格 數學講求嚴謹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用一個數學語言 把它這個極限式完整的 給它一個很嚴格的定義 那要定義這個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先理解這個極限式值 所代表的這個直觀的定義 直觀定義是說 f of x可以任意靠近5 對不對 但是怎樣 每當x足夠靠近3 也就是說f如果你要很靠近5 可以喔 只要怎樣 x足夠靠近3 好 那我們要描述f怎麼靠近5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誤差來表示 比如說如果f真的可以任意靠近5 那麼我要求f of x跟5的誤差 小於0.1不過分吧 好 但是這不是所有的x都可以讓這f of x跟5的誤差小於0.1 對不對 而是要x夠靠近3 才會辦到嘛 好 那我相當於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x要多靠近3 才能使f of x的值跟5的誤差小於0.1呢 好 那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要從圖形上來看對不對 好 那我就 既然f of x跟5的誤差小於0.1 那我就把這個誤差先找出來 所以這一段是0.1 換句話說 我要f of x的值進到4.9到5.1之間 也就是這個代狀裡面 好 這是我的容忍的範圍 好 那從圖形上來看 你x要怎麼多靠近3 才能夠讓f打到這個可以容忍的這個代狀的範圍呢 從這裡來看 相當於在問 你的x可不可以進到這一段範圍裡 對吧 當x只要接近3 多接近 進到這一段範圍裡面 我就能確保x被f打到什麼 我的容忍範圍 誤差0.1的這個代狀 紅色代狀裡面 好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就要解出 好 這兩個端點了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透過 寒數圖形 這是4.9等於2x-1 好 可以退出x等於5.9除以2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點 好 這個是2.95 好 所以這是2.95 那同理你也可以從 這個點其實相當於是什麼 5.1 好 等於2x-1 所以這種可以退出 x等於2分之6.1 所以是3.05 好 所以我們知道這是3.05 所以換句話說啊 只要什麼 只要x落在2.95 以及3.05之間 好 那我就可以保證 f of x 好 就能夠和5的誤差小於0.1 對吧 可是這邊要非常小心的是 這裡你要注意x不能等於3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3的取值呢 不見得會很靠近5 所以這非常非常重要 好 所以這個呢 你可以把它改寫成什麼呢 可以把它改寫成 x-3 好 的絕對值 小於多少 0.05 0.05 對吧 好 那x因為不等於3 所以我這裡要挖掉x等於3 所以我補了一個大於0的地方 才能確保x不會碰到3 所以我們成功的回答什麼 這個問題 只要x跟3的差距小於0.05 而且x不等於3 那麼我就可以要求f of x跟5的差距 誤差小於0.1 好 好 那麼你可能會說 哎呀 這個誤差太大了 0.1太大了 誰讓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把誤差給怎樣 調得更小 所以我要求它的誤差變0.01 那你可以回答這問題嗎 那當然也是可以對不對 你只要一樣畫葫蘆 照剛剛的步驟走 你可以發現 我們的 可以發現 我們的x跟3的差距呢 從0.05變成0.005 變成0.005 好 那麼你可能會發現說 不管我的誤差怎麼調 我的誤差 不管是 給任何一個正數 那你都可以找到對應的一個差距 這個差距是用來描述 當x-3 的差距 小於多少的時候 我就可以 能夠讓f跟5的誤差 小到我要的任意的誤差 好 那換句話說 我們就可以 把我們這邊帶的數字 通通怎麼樣 就是改成符號來表示 好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用數字 因為對每一個數字 你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習慣上啊 就用這個 好 這個 誤差用一個符號 Epson 好 Epson呢 是希臘字母 好 那 因為 我們的誤差 是error 那它的第一個單字 1呢 在希臘字母裡面 是Epson 所以如果 我要回答這個 很general的問題 這個f 跟5的誤差 小Epson的話 那請問x 要多接近3 好 請你思考一下 你剛剛做的 每一個動作 那 你不難會發現 其實你可以做到 只要呢 0 小於x 減3 絕對值 小於 2分之Epson 就可以得到 f 跟5的誤差小Epson 所以 這個呢 這個值呢 就是 我們 想要 知道 x到底有多接近3的 那樣的一個門檻 所以我們通常 都會把這個值定做 是一個delta delta呢 是差距 是difference 的 第一個單字 的 希臘字母 所以 換句話說 我們相當於 再回答以下這個問題 就是 任意給一個 Epson 大於0 我都可以找到 一個 正數 delta 使得 x跟3 的差距小於delta 而且x不等於3 就能保證 就能保證 跟5的誤差 小於Epson 好 因此呢 我們就做個總結 所以呢 當我們要給一個 嚴格的定義 關於一個 f在a點的極限等於L 的定義呢 我們就說 任意給定 Epson大於0 都可以存在一個 delta大於0 使得 x 跟3 的差距 小於delta 而且x 不等於3 的情況下 都能夠保證 f 跟 f 跟L的差距 小於Epson 如果我們能做到 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說這個 f在a點的極限是L 所以也就是說 Epson 是任意給的 不管我給你的 Epson是誰 你要想辦法 證明 你可以找到一個 delta大於0 使得 下面 這樣子的一個 若P則Q的命題成立 好 那做得到 我們就可以 表示說 f 它在 a點的極限是L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